而在台东火车站前的动线 包括了计程车、自小客车还有机车 经常会发生真道抢行的状况 为了解决这样的危险 县府当汇报日前决议 从10号开始要实施分流 台东陷警局也呼吁民众要特别遵守规定 台东火车站前每到了周休假日 车流动线就相当问乱 计程车、自小客车还有机车 经常有真道抢行的情况发生 为了解决这样的情形 10号起将进行分流 车辆在近站的右侧车道 规划为下客区 以及计程车排班使用 空车禁止进入 我们在1月10号开始 我们会实施这个车 站紧这个车道 做一个分流的一个管制 然后我们目前 我们已经请这个远警 在车道入口处做一个宣导 因为目前我们发现这个 如果没有做分流的话 一些排班计程车 跟载客人车站的车辆 它会做一个冲突 然后导致整个 右侧车道的车道 是非常的不顺畅 那我们现在如果做一个分流的话 然后让载客的车辆 它可以行驶在右侧道 然后要等候客人的车辆 它会在行驶在左车道 然后另外有一些民众 在我们柳书上有反应 它有些建议说是不是 让大客车的车阁 规划在外面 或是增设一些停车阁 那这部分我们已经跟 这个铁改局 台东工程处的 那个人员来反应 然后届时他们会 参佐来办理 目前台东站前改建工程 已经接近完工 10号先行进行 未载客车辆将禁止进到 右侧车道的分流措施 而计程车排班区 预计在20号开放使用 预计可以大幅改善 农历春节 人车打劫的情况 九六名胜 台东时报导 五名胜